來到深圳找吃, 怎麼會不吃魚? 酸菜魚… 酸菜魚這麼普通的食物 開到香港周地也是 當然要吃香港小友 我們很大吃, 要很大條魚才夠 我怕你怕, 很大條不僅 還有氣勢, 吃不吃? 吃 走… 好, 搖滾鞠躲 來了 很大條 這裡吃的, 多數是吃鋼豚魚 大概要三斤多左右 很大條… 最重要是什麼? 什麼? 配料不用多, 最重要是鍋子 很厲害 很好… 這是青檸, 師傅, 先煮 然後再加湯米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要加薑 有菇 有蘿蔔味 這隻帽子是雲南十八怪之一 草帽當鍋蓋 醬鍋當鍋蓋 聞到很香 我們四個人吃這麼大條三斤 兩個人怎麼辦? 兩個人吃小條一點 兩斤多就完成了 但我們現在也不太貴 我們四個人吃 都是三百多元而已 超級牛奶白湯 沒可能 怎麼會變成牛奶白湯 很香氣 對 很香氣 第一件事 不是吃魚, 先喝湯 知道…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湯是經過高溫蒸氣140度 把魚的鮮味逼出來 我本身也很喜歡喝魚湯 所以我的皮膚就這麼滑 這個石鍋魚真的驚訝到我 好像變魔術一樣 一打開那個, 看見一口湯也很開心 真的超級鮮味 魚味完全在湯裡 平時要煮這個魚湯要煮多久 不知道煮多久 但整大餐都不能出來了 但這個真的很鮮 真的, 原汁原味 而且你知道這條乾豚魚 在廣東、廣西一帶 被視為一個很珍貴的食材 而且剛才喝的湯 我覺得好像喝骨膠原下肚 很甜 對, 越來越漂亮 喝完湯之後 最重要是什麼? 什麼? 是淡淡的肉 是沒有骨 我不用每下在骨頭 這條乾豚魚真的沒有骨頭 中間有一大條 而且旁邊是少許, 也很容易刺激 喝完湯, 當然要用這個魚湯 打在哪裡才夠棒 這個餐中包了 一碗肥牛 哈華 小松油 韓堂池 還有一些菜、豆腐和海底 這個餐只是… 三碗三碗 磨… 醬料區這裡沒想到有東西玩 有這個高科技電動石磨 即時磨出一些新鮮的麻醬 很棒, 拿來點肥牛, 一流 這是什麼? 你一定打得上去 才在我上學的感覺 好像在吃西刀士 建議大家來吃這個 不要太進取, 少許就好了 加蝦環 這個叫什麼? 是雲南豆腐嗎? 雲南香豆腐 它的汁… 真心建議 其實不需要加任何的醬料 我覺得它加了一些蛋汁 蛋汁又好像會黏著魚湯味 這個豆腐的質感好像很有趣 好像在吃芫糕一樣 對, 完全是芫糕的質感 但是有魚湯味的味道 很有趣 這個蝦環可以了 蝦環每一粒 很彈 這個蝦環真的很彈 因為蝦環不是打爛了 對 是有圓的蝦在裡面 吃了這麼久, 這餐平均每人多少錢 加上這個豆腐和這個餐 102元, 一個人 很划算 不如乾杯, 好嗎? 乾杯… 好, 乾杯… 好, 乾杯… 好, 乾杯…